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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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首先要跟大家介紹 什麼是數學 數學這兩個字呢 如果對我來看的話 就是從數字開始學起 就是從數字開始學起的這五個字 所以你把數學這兩字導過來呢 它就會變成學術 所以從數字學什麼呢 我們還是學數字 這些數字是什麼呢 舉例來說 從你從國小到國小的那個階段啊 你應該就會學到了 封面聲音越來越大對不對 那個從你國小的數字 你就會學到以下這件事情 舉例來說你會學到1加1等2 我想這個沒有超過大家的能力範圍嘛對不對 OK吧對不對 那再來呢不久之前啊 我就曾經看到就是像這樣一段 就是有人在我們上問說 要怎麼發揮1加1大於2的功能 有辦法嗎 那就有人說我們偏要用乘號啊 結果有人在討論候選人兩個 1加1加起來會不會有大於2的效果對不對 用乘號來看待兩個人搭檔 那乘號代表著什麼速度更快啊 更多可能性之類的 這個基本上 身為數學老師我一定要糾正他一下 因為 社會數學老師 1乘1等於1 是小1加1的啊 OK嗎 所以 讓專業的來一下 來 專業的來一下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你看1加1等於2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超過2 基本上呢你需要幹這些事情 不是 你想要發揮大於2的功能 你就必須先累積經驗 那改變你自己 所以每進步1%呢 你一個 一年之後呢 你就有辦法進步成 自己的37.78倍 OK 這個呢 那基本上呢 想要用什麼東西來證明給大家看呢 附屬應用程式 小蒜排 夠了喔 對不對 小蒜排還不能用最基礎的陽齒 還要用工程型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不相信呢 你就把1.01啊 勇敢的把他365次發 365 OK 這時候你就會算出 37.7834 3430之類的 所以 如果你每天進步1% 真的你可以在一年之後 生長為自己的37倍 OK 所以因此 如果你每天退步1%呢 一年後呢 就會只剩下 自己只剩下 2.55%左右 搭乘 4.00 1-5.00 1-2.00 1-4.00 1-4.00 3-4.00